LAYO 了四季 聽點鐘的聲音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敗戰庭人 這場比賽是海軍上將的四虎比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7點鐘方向塔靠選擇的是蒙古人 11點鐘方向是紫色的敗戰庭人 那我們要開一場呢 最近不再採取解說的模式 我們將在場中來解說文明特性 好 那我們先來看地圖的部分 地圖的部分是後方有黃金 前面的石頭跟黃金是這邊BALANCE 待會後期要注意的事情 來看一下塔套這裡 塔套的話黃金在前面 就跟BALANCE有點相反的情況 但它果子在後面前期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四虎比賽來說的話 果子不會那麼早吃 通常還是會趕快去挖木頭 去補下第一個碼頭去捕魚 那魚池大概補四到六個 或是八個去補這個魚肉 其實就夠了 那當然還是要去穩定自己的 湖的安全性 這個鑽唇也是要趕快按的 所以黃金跟木頭的安全性 在這張地圖來說是比較重要一點 果子的位置可能不是那麼的重要 中後期可能才會甚至有不吃的情況 但是免費的還是比較香 大部分的直接選手還是會加減吃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四虎地圖的話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整體打法還是要去透過捕魚 跟有目的打法其實蠻相似的 只是可以預測對方的碼頭在哪裡而已 好那開決的部分 塔套這個蒙古人 玩法前期有這個湖的話 可以經濟很好 可以快速升到封建時代還有城堡時代 可以快速度過城堡時代的危險期 那城堡時代的蒙古人來說是最薄弱的時期 那城堡時代又需要更多的肉 去支撐自己的草原騎兵 整體打起來是非常缺肉的一個文明 那如果是有有海情況下的蒙古 這個實力會比阿拉伯來說還要再更強一點 那巴南斯這裡的敗蛋田人 要打草原騎兵的話 還是要透過自己的強弩 會比較適合 或是直接變成槍毛怪 槍兵毛兵 直接戳過去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巴南斯這邊是點下來 織布技術 十八村點織布 塔套這裡魚串按了兩艘了 那這裡還沒有要點時代嗎 應該要點了喔 再不點時代會初次 好那這邊 塔套是偷了一個織布技術 所以這邊村民數 數量是22村 巴南斯這邊是決定 在晚點生封建時代 反而織布早按了 這樣經濟就會輸很多 巴南斯這邊已經輸了300多資源了 開局7分鐘 就輸塔套大約快要300資源了 哇這個塔套開局細節做得很好 對世界第五個不熟的玩家們 不知道300資源在黑暗時代差距是有多少 大概想像一下 封建時代的成本是500肉 300資源的話 就大概是快要領先一個時代了 好那也不能這樣單純計算 我們來看一下巴南斯這邊拜登庭有什麼想法 那巴南斯他的經濟加成 前期基本上是沒有的 那蒙古他是前期吃野會特別快 所以前期會贏這麼多資源 好像也是正常 但是由於他又偷了織布 然後又讓自己的村民數 更比對手更多一點點 這個細節就可以大概增加100多的資源了 那這邊經濟是補下第二個碼頭 前期是走一個主要持育的路線 左邊的碼頭已經蓋好 塔塔這裡好像沒有意識到 這個沒有視野啊 這時候才補下 終於看到了 這邊戰船直接被打掉 這裡要放棄魚池了嗎 這裡總共有五艘魚池 兩個碼頭 塔塔看起來是要放棄這裡的魚船了 左邊的魚船直接補兩個 專心去補左邊的魚 塔塔前期沒有挖太多黃金 所以沒有辦法做太多的抵抗 原來開局有說 這個金礦對於蒙古這邊的位置 不太舒服 那些黃金可能挖的不是那麼順暢 自然就很難按出火戰船 這算是四虎中的一個細節 好 火子這邊吃了 但是有看到 魔防放了 卻沒什麼能再吃 主要還是要趕快採木頭 按這個魚船 這個經濟更好 好 那巴拉斯這邊是決定 一樣五個人吃果子 魚船沒按太多 所以要繼續維持自己的村民宿的話 還是需要一點人 吃果子才行 原來魚船還沒穩定下來 好 塔塔這邊快速升到城堡時代 好 果然塔塔是決定 趕快度過一下自己最弱的時期 欸不對啊 現在蒙古人 城堡時代初期也沒有像以前這麼薄弱了 刺猴部分喔 不需要升到青旗兵 自然就有血量加成 好 巴拉斯入戰 果然是打一個槍矛前壓 但是有轉一些弓兵 對於前期的壓制來說 還是有一點想法在的 好 那前期蒙古 後面捕魚 他捕下了一級農田 一級弓 好 馬就捕在前線 黃金暫時沒有被騷擾 還蠻舒服的 巴拉斯這裡可能沒有看到 這個金礦位置 不然這個金礦被騷擾的話 就只能到右邊挖了 不然就要到左邊 不管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對塔塔來說 是非常難挖的 不像巴拉斯的主機都在後面 非常的爽 好 但附近也都在前面 OK 那這邊是草菸騎兵 開始出了 蒙古人果然還是要打個草菸騎兵 城堡時代打草騎 是蒙古的最佳選擇 那到了地龍時代 再轉成蒙古突擊 是現在主流的META打法 好 那現在來看到巴拉斯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選擇的是 應該是駱駝 敗蛋鐵人的駱駝 有25%減免了 就跟他的槍兵毛病一樣 都有這個折扣優惠了 多出點駱駝 也是可以反制草菸騎兵 前提是塔塔 這裡沒有控兵的情況 正面互打 駱駝還是打兵草菸騎兵的 但是草菸騎兵 只要一秀操作 瘋狂拉打 那駱駝可能就會被擺給了 是最好解草菸騎兵的方法 還是用這個槍兵 或是駱駝配弓兵的方法 整體打起來 還是點的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或是打這個馬弓也行 但是巴拉斯鐵人的馬弓不太行 沒有這個品種 打起來血量會有點少 打槍兵的話 還是比較經濟實惠 巴拉斯鐵人點下奴炮戰船升級 終於看到這裡的碼頭 哇大量的漁船 食燒漁船 哇 這個一個湖按到食燒的話 真的是吃乾抹劑 吃完就沒有要守的意思了 OK 這邊開始燒漁船 漁船應該也沒有要防守 好 塔超這邊的策略是漁船撐過前期 然後這裡準備要開3TC了 這裡也沒有打算要開TC 前期一次遇到洛索只能挨打 要趕快把草菸騎兵數量累積起來 還有按一些森鱗 才是守住自己的主機 這張地圖來說 對塔套不太友善 把它設個地形的位置 好 但是石頭有在裡面 待會蒙古的關鍵城堡 應該還是可以安全的挖出來 左邊再留個洞 待會要補一下 好 右邊草原騎兵往前壓兩隻森鱗 給巴拉斯最大的壓力 草原騎兵移上去 就把兩隻槍兵給戳掉了 槍兵完全摸不到草原騎兵 好 巴拉斯這邊點下了耕種技術 耕種技術點了 移動速度稍微快了一點 從後面來應該沒問題 草原騎兵 這邊要被招翔了 請回來招一下 草原騎兵第一時間 沒有想要幫忙守生女 好 但是最後還是招翔到了兩隻駱駝 好 這裡再招翔一下 草原騎兵要繼續拉打會比較好 好 又兩隻駱駝過來 想要包夾 招翔到駱駝第一時間 又再集火掉 蒙古這裡打起來是有點痛苦 因為敗戰艇的駱駝太便宜了 基本上可以一直按一直爽 不太會斷兵 哇 這裡駱駝數量極多 蒙古人再繼續打草原騎兵下去的話 可能會因為要一直 秀手術的關係 造成沒有辦法去控其他東西了 看要不要轉個什麼馬弓 或者是轉個生女槍兵之類的 稍微擋一下才行 不然這個駱駝繼續打下去會很難受 好 這裡趕快收穿 草奇趕快防守 生女又招向了一隻駱駝 一出來的生女又再招了一次 欸 這個不是出來的 這個是巴蘭池的生女 好 看錯了 好 這裡打到 生女又再按了一隻 槍兵要轉嗎 感覺要轉一下喔 這個 不轉槍兵的話 可能被駱駝直接打穿喔 不然就是要用城堡 好 轉這個蒙圖喔 城堡轉蒙圖 但是可能很難成型喔 不然就是要再補第二個修道院喔 雙修道院出生女反之駱駝 那不管哪個選項來說 都對塔套蒙古這個文明 打這個駱駝都不太友善喔 沒見論家駱駝的成本太低了 你即使用生女招想喔 其實也沒到那麼划算喔 雖然還是賺喔 但是以賺的成本來說 並沒有那麼划算 好 那班拉斯這邊決定要打一個雙TC強攻 反正他覺得自己的魚池喔 都拿下了 魚池拿下的話就補一些魚船 繼續補經濟 好 家裡甚至沒什麼補田 就是一隻暗駱駝喔 好 蒙古這邊則是有木頭跟肉類的壓力在 就變成打阿拉伯的情況了 因為自己沒有一個魚池是有活下來的 畢竟人家火戰船喔 攻擊速度夠快喔 你跟他打戰船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虧喔 單挑情況下 你去暗火戰船也不會打贏喔 所以班拉斯這邊 國民是選的非常漂亮的 但是塔操這邊打後期入戰喔 是相對來說還是有優勢的 畢竟草雲騎兵跟大洛馬後期的影響力 也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這個蒙古突擊 班拉斯這邊要反制這些打法的話 還是要用槍矛前壓或是駱駝 班拉斯趁騎兵的話 可能在這個情況下不太能用 尤其是遇到蒙古突擊的情況下 班拉斯陣勝騎兵是打不太贏 這裡蒙古人繼續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最近還是要轉槍兵喔 不轉槍兵這個局面是完全扛不住 這裡房子要修一下 那還好班辰庭人的房子血量基本上比較多 1000多滴啊 當作圍牆來用也暫時沒問題 看到駱駝回首 把兵往後拉走 開掉這個工程器造所 城堡實在的班辰庭人 城鎮中心也有3000多滴啊 跟這個2400比起來 城堡快要墮了1000滴啊 大概700多 好 投石車慢慢給壓力 怪人庭人 這邊想要走一個多線 這次裡面有非常多的槍兵 真侶配槍兵 是蒙古人 現在最好的解法 好 稍微招想一下 抽屏 往前抽 抽掉一些駱駝 但是投石車沒有辦法能夠鎖住 潮水騎兵第一時間想要上前 但是後方車女數量很多 還是先招一下駱駝 好 駱駝第一時間被招掉 但是潮水騎兵上去就是對的 投石車一陣輸出 血量一滴 還能戳到嗎 差一下 哇 最後還是戳到了 好 但是蒙古人自己的槍兵 也是全速倒地 這一波看起來 蒙古塔套這裡是相當難受啊 好 這裡城堡應該是要補在祖精這個位置 趕快補在正前方 差有機會守住 看要補左邊還是右邊 好 選個位置 好 蒙古這裡二級布兵甲也提升了 好 存活率也可以大幅上升 駱駝第一時間遭翔 但是駱駝直接往後衝 直接收掉駱駝 右邊的槍兵自己互打 裡面的駱駝直接倒地 中間的槍兵繼續補上來 繼續輸出 好 這裡沒有一擊一射 射這個駱駝 恩 傷害不夠 雖然還是有傷害 好 右邊的槍兵直接往前戳 逼退了槍兵 結果直接城堡壓在了這個位置 哇 這個城堡要是能蓋起來 BASS就有點難受了 這個黃金跟後面的工程器照鎖 拍個一下 死了兩吋 再一下 又死了兩吋 這個投石車拍得很給力啊 好 昌兵趕快戳下生旅 後面一路戳 趕快來阻止蓋寶 打到要是這根寶沒蓋起來 可能就要涼涼了 好 駱駝數量還是很多 還有11隻 但是塔套這邊的槍兵術也慢慢累積起來了 3TC 雖然有所斷穿 但是至少已經穩住了前線 聖根堡能蓋起來就有10拿 先不要講那隻 有點獨奶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場比賽到底是誰輸誰贏 現在整體蒙古打起來了 遇到這種駱駝無腦爆的文明了 難難打這個重裝長槍兵了 跟他對拚駱駝 基本上蒙古沒有太大的優勢了 而且打草原騎兵 控制力需要非常強大 而且控久了 經濟容易出了問題 好 班蘭斯這邊2級防武也點下 蒙古點下1級射 2級射 趕快補下嗎 還是再等一下 2級射沒那麼迫切了 自己還沒有要轉蒙古處境 先暫時繼續用槍兵擋著 繼續把自己經濟弄好 左邊再開個TC如何呢 好 班蘭斯帝王時代補下 2級防武也補了 大暫停帝王時代 造價非常便宜 折扣最多帝王時代的 就是班蘭廷人 再來就是義大利人 這兩個文明都是有時代的折扣 班蘭廷這個打法 也有這個單TC速強武的打法 但是班蘭斯這邊是打駱駝路線 雙TC 融上去 這邊還是要打一個打架路線 好 那對方升到帝王時代 塔操之力跟城堡可能壓力會很大 沒有辦法持續太久 可能就會被拆掉了 那這邊要反擊回去的話 用衝車確實是一個好選項 但是對方駱駝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可能還會有投石車 這裡衝車似乎有點想法 直接裝了一堆重裝長槍兵進去啊 那現在的衝車喔 要裝載很簡單喔 槍兵出一堆 只要把這個槍兵全部圈起來 對著衝車按右鍵 他們就會自己找 有這個 有這個 空空空空的車位的衝車進去啊 所以我們現在 在打這個 C帝國 我們就會就會說 哎呀這個箱形車裡面上車啦 OK箱形車裡面 人蠻為患 車速也會有所標快 跟現實中的箱形車一樣 車速稍微快一點 很神奇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投石車要不要按個一台 要還是要按個一台投石車 當然這邊有機會守住啊 這個投石車按得好像有點慢喔 但還好 班蘭提人的城堡有6000多滴血 應該是能夠擋住 投石車應該是能及時出來 槍兵防守 槍兵出來 擋下 下車幫打駱駝 OKOK 箱形車 車上的乘客已經出來 方輸出 城堡差一點點 炸藥糖 直接炸了一波 成功阻斷了 敗戰提人的巨頭壓制 這一波塔套打得非常漂亮 蒙古圖鏡也出關 後方的三隻僧侶 開始招翔 趕快先點僧侶 但是最後還是被招翔到了一隻 蒙古圖鏡 後方的箱形車 開始往前突進 哇 他到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算是近期看到 讓我覺得 非常有料的戰術 因為敗戰提人 他這個升級速度真的太快 通常沒有太多人可以擋下這種 插寶巨頭開推的一個策略 但沒想到蒙古人 用這個箱形車策略 配上這個 上面的乘客的打法 成功守住了敗戰提人的 駱駝 便宜的優勢 還有帝王時代的價格優勢 哇這個細節 讓我全身 雞皮疙瘩 好細 好細 他他果然是一個很細的男人 細節做好做滿 好 好 蒙古人這邊點下了輕奇兵的升級 手推車也補下了 好 蒙古土機一出來 二級射一喔 但是沒有三級射 現在帝王時代還沒有升 好等一下 現在還在拚經濟 好 好 該不會有壓寶 壓在帆蘭提臉上 帆蘭提想要挖出這根石頭 想要重新蓋寶 因為帆蘭提人 已經完全沒有石頭了 因為他是用雙TC 用一個極限經濟 去壓寶 然後森帝王時代的一個經濟 配置 所以他現在沒有太多的資源 可以去挖石頭 他可能覺得那根城堡 就可以搞定塔套了 但沒想到 被搞定的 反而是自己的城堡 而不是對方的城堡 這個讓帆蘭斯的節奏完全大亂 結果這根堡 也沒有辦法反制回去 城堡也買不出來 城堡也買不出來 城堡選擇撤退 那還好 石頭還沒有完全被控制喔 但是現在要挖這個石頭 也很困難了 好這裡趕快回頭挖一下石頭 塔套這裡 點下了二級弓 弱馬也升級了上去 新騎兵血量來到92滴血 那現在城堡時代的弱馬 血量不會像以前那麽多 那我記得好像減少了5%吧 減少了10% 30%變20% 是帝王4% 一樣是30% 再來到了帝王時代 蒙古人還是可以獲得以前的 血量加成就是 好 蒙古這邊 九隻蒙圖 有什麽想法呢 九蒙圖 往前壓制 蒙圖打駱駝 效果其實很不錯 但是戰毛兵的話就很難受 而且這個戰毛兵有三級射阿 打這個二級的馬鎧清騎兵也是有傷害的喔 雖然清騎兵打戰毛兵還是不錯 但是沒有這個三級馬鎧阿 還是很容易被戰毛擊火 還有這個城鎮東西給射掉 這個槍兵是不是 走過頭了 好 戰毛怪開始出現了 哇這個擊火 清騎兵就半血了 這就是為什麽 有三級馬鎧的文明阿 打這個戰毛兵還是很好用 像這個捕獵典也是阿 像這個情況下 有三級馬鎧阿 打戰毛兵 怎麽打著CD阿 防守能力就會很好 好 蒙古這邊繼續壓制 沒有打算給對方有挖到石頭的機會 但是只要沒有石頭 基本上就不能去反推 打到這邊的城堡 就算真的讓他挖出一根城堡 打到這邊也可以用大量肉馬 將他蒙古突擊 直接手撕劇情投資機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接近蒙古突擊 打工程器單位 攻擊力非常高 這個箭手好像沒什麼不料 好 戰毛怪來了 27隻 但是火炮已經出來 化學點好了 用火炮還是可以反擊城堡 只是效果並不是特別好 還是要慢慢打的 好 這裡用衝車配上肉馬 好 新鮮兵趕快來打 戰毛兵趕快過來防守 這個城鎮中心能夠守住嗎 感覺守得有點勉強 肉馬還是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當然是這邊點下二級馬開 村民處已經佈滿一百村 蒙古突擊 直接殺戮 後防火炮 這個火炮直接被點掉 城堡又再次補了回來 蒙古突擊加肉馬 點火炮 就是這麼的快 好 但是戰毛兵 成功守下這個礦區 轉了頭石車 炸了一發 炸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這一波塔塔頭頭石車 一隻頭石 擋了三十幾隻的毛兵 太可怕了 應該二十幾隻才對 好 這裡又有個多線 這邊多線 蒙古打得非常漂亮 反而是好像快要一去不回了 好 這個是一個城堡打帝王 好這個頭石車 炸了一發 血量再拉回來 好 半燈亭 還好地獄時代 建築血量又提升了 好三千多滴 很難卡 要不是半燈亭的話 那個城鎮中心 早就被點掉了 看來血量優勢 建築的血量優勢 還是有感的 好 半燈亭倆 果然點下了強弩 既然沒有強弩的話 要擋這些肉馬跟蒙土 確實不好打 而且有強弩的話 打這個二級馬卡的輕騎兵 其實解的效率也是很快速的 好彈好這邊的重點 就是控住石頭 這邊找個機會 點一下帝王時代 先趕快把主邊這裡的城鎮中心 給拿下 好 收石頭繼續砸 後馬過來 繼續砍 蒙土後面輸出 這裡想要修回來 城鎮中心的血量 但是後面的戰錨兵 已經被輕騎兵砍爛 所有的戰錨 全部倒地 輕騎兵繼續狂暴 這時候巴拉斯打出了聚局 我們恭喜塔塔 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塔塔 5萬6的資源 對上班蘭斯 4萬2的資源 資源量差距去 1萬3 1萬4左右 經濟的部分 是全贏 沒想到蒙古 用了這個 箱形車戰術 把自己的遊戲節奏 達到了頂峰 衝車 頂掉對方城堡 節奏全部打亂 繼續爆 城堡打帝王 還這樣可以打得贏對手 相當不容易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忘記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